2021年的BFS4考試剛剛今天結束了 拍片這個時間正值2021年5月12日 現在是下午3時左右 我今早就入場考了這份21年的BFS試卷 初步自己以導師的身份來考考 感覺如何呢?PayPal1來說大家也很熱烈地討論有某幾條MC 就說可能有爭議在這裡 我不逐一去講解 始終MC這些東西我都是那句 第一我自己不會追求30條傳中 當然做到會是一個Bonus 但是就算你的目標想拿五星星也好 也不需要30題傳中 PayPal2如果你是考會計卷2A的話 2A應該會幫你拉回不少分數 至於short question的部分 大部分都翻炒以前的試題 以PayPal1來說 所以都沒有特別好評論 特別想說有一個PayPal2A 今年2021年是一個因應武漢肺炎 有一個特別的情況 就是我們看到這裡有寫到 Session B平常是答三題 總共36分 今年來說它就變成3選2 至於Session C2選1就沒有變 整體出題來說 也有一點驚喜 驚喜是在於什麼呢 在Session B那裡 我們看到三選2裡面 它用了兩題 Financial Accounting 一題Costing的出發 換句話說 你Costing 其實這份卷是必答的部分 如果你Session B不選它 必答的部分 只有Question 3裡面的8分 應該是歷年 從2014年來說起 最少的一年 但當然不能作準 因為2022年和再往後的DLC 如果它回復正常 沒有這個3-2的安排的話 就應該恥情不再 所以Costing 就不要想著避了它不溫 最後Session C2選1 一題Limda Companies 一題Partnership 沒有特別大驚喜 其實兩個都主要翻炒一些以前的問法 我自己落場的時候 我選了什麼呢 我自己落場 我就選了第四、第五和第七題去做 至於難度上是怎樣 你可以稍後看看解卷片段 大概可以略之一二 版權問題 稍去解卷片段裡面 我就不會在畫面裡面 去顯示這兩份卷 大家用一些聰明的途徑 Google去找回這兩份卷 相信都不難找到 如果你有興趣聽過解卷的話 你可以再看以後的片段 簡介部分來到這裡